我们愉快一下说几个概念 甲木女鬼水男,商官女劫财男 这个弦学圈可能比较小 也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圈 但是在这个里面感兴趣的 有点基础应该知道这个概念 一听有点意思 什么意思呢?把它再简化 就是说这个很强势的女性 很弱势的男性 以及很强势的男性 那个是最后一个劫财男的特性 那么甲木女首先 就灌输了很多我们这种有趣的词汇 网络流行语 还不是很流行 但是也有一些这种说法 就说甲木是天干的老大 为首,为武则天 自古千年一难 有几个女皇帝 那当然除了背后的 个别也有那么三五个 之外 就一个武则天 那么 说现在女权主义怎么样 她不是真正的过得有多快乐 而且论文之武功 武则天并不怎么样 我们要好好去学学历史 所以说 外面的世界是男人的 如果让这个女子站出来 不管她是为公的为私的 你为公的也不行 也不太擅长 不是她所擅长的 而家里的内在的这些 才更属于她的本性一些 特长 女子的共性 有女人味 你比如说鬼水女 哎 就看起来 比较好 那鬼水男呢 那就很 妈妈呢 很弱势 嘴巴又不停的叨叨叨 我们狠狠以前 讲过这个彭族百计 里面说的鬼 天干 就是 不停的 争辩 道理 仿佛鱼鹿之水 就没完没了 又争不住跟你我 反正输的 基本上都是我 所以很弱势 她是天干的最后一位 往往她又是阴的 配的是雾土相合 化了火又不是她本性 家要家个老男人 其实比较柔弱 所以 讲不难 相对于好点 当然 只是一个概念 那不是说这个就一定不好 总之她有一个大的数据现象在这 我们就分块一下 你找找自己的优势与不足 应该怎么样慢慢去转化 当然 如果你是她 或者不是她 你可能的 就 比较的 性性或不性性 但是还是要看整体 每一个都有好的有不好 具体分析 然后伤官女 真的是被喷得不行了 又仿佛星座里面的 处女 座 尤其是处女座的男 其实女还好 三聪素德 尤其现在自由恋爱 这个 你的另一半 到最后陪你到老的老伴 时间是最长的 甚至有的都不要孩子 没有 各有各的家庭生活 他们都 新成家了 那到最后 你把你的账目伤了 伤得不行 偶尔开开玩笑 偶尔那个一下 还好了 男人 他永远被压着 抬不起头 即使你的家 是女主外男主内 他这种特性 也是很别扭的 一些后代出来的人物 所以我们真的要 把自己的本性 好好调整出来 那么最后一个 劫财男 就不一样了 如果他身弱 是为奇的 如果身强 又要用他 那么就 比较霸道 这是唯一比较可奇的 很少可奇 准备